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没见过有人竟利用回收项目诈骗钱财 下面我们来先谈谈第一个话题 日前美国中参协会会长王铁牛突然打电话来 心急火燎的说 这事媒体要尽快报道一下 该协会已有12个成员餐馆业主被告上了法庭 其中有8家在加州 4家在外州 而最早被告的一家就在华人聚居的蒙特利公园市 迄今为止已有三家中产馆老板败诉 中产馆雇佣无证医民并非新鲜事 可今天人们的操作赋予了这件事许多新的内容 王会长说 有人通过社交媒体指导那些无证医民 如何到中产馆去打工 然后如何收集老板压榨无证移民的证据去起诉老板 说不定还能因此获得绿卡呢 王会长说 目前这些被告业主所面临的指控是相同的 雇佣无证移民没有劳动合同 违反最低实习法 而这些老板雇佣无证移民的原因很简单 他们缴听话 而且可以少给些工钱 当然 个别老板雇佣华人无证移民是出于怜悯之心 同情同胞 自从有中产馆以来 就一直有老板雇佣无证移民的问题 之所以说这是个问题 是因为按照联邦移民法的规定 无证移民在未取得公卡之前是不得打工的 企业雇主用无证移民也属于非法行为 而且后果严重 大家都清楚 雇佣无工作资格的移民属于非法 可有些人是合法来美的 如留学生 访问学者或那些持旅游签证的人 但在他们未获得在美工作许可之前也不可以工作 餐馆老板雇佣这些可以合法居留在美国 却没有工作许可的人也是非法的 当然 临时的一次性工作不受此限制 一旦雇佣了非法劳工 雇主就会面临三千元的罚款 和六个月劳刑的处罚 这在移民社区几乎是家一户小的法律常识 除此之外 无论员工的移民身份如何 如果在工作场所个人权益受到侵害 劳工局在处理案件时都会同等对待 即不论是非法雇佣 歧视 报复 性骚扰 还是公司计算 工资纠纷 无证移民与有身份者都完全享有同样的劳工保障 美国强调的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为了把雇佣无证移民的事情说透鞋 我们来看看加州州长纽森对无证移民劳工的态度 上周州长办公室发文表示 7月19日州长启动了一项试行计划 将赤资450万元协助加州移民农工打官司 因为不少农工深陷移民官司或劳动纠纷之中 农工可利用这笔资金寻求专业人士的协助 如审查案件 法律咨询或聘用律师出庭辩护等 低收入的移民农工因此不必再担心费用问题 州长在一份文字声明中表示 农工是加州的经济积粮 我们不能允许一些不良雇主 与驱逐出境相威胁 胁迫农工接受剥削 州长办公室表示 加州农工约有一半的人口属于无证移民 州长的上述举措是对移民农工的支持 说明州长及州政府对业主是否雇佣无证移民都不在乎 他们在乎的只是这些贫穷的无证移民不可以随便被人欺负 不可侵犯他们的权益或苛扣他们的薪资 对于中餐馆的老板也是同样道理 雇不雇佣无证移民是业主的事 可业主以无证移民担心遣返而对其进行要挟甚至欺辱 以为这样就可以占点小便宜 那就大错特错了 一直以来加州对于无证移民都是友善的 2013年当时的州长布朗签署了AB60法案 让加州的无证移民可以获得驾照 2022年现任州长纽森又签署了AB1776法案 允许所有加州人获取加州的身份证 无论移民身份如何 州政府颁发这些证件 是希望能确保所有加州居民的生活品质 但这些证件无法做联邦身份证使用 也不允许持有者居此参加工作 投票或获得无证移民不得享用的福利 其中无证移民不得借用 州政府颁发的证件打工 中餐业主应该是清楚的 接下来我们谈谈第二个话题 驾车需绕行 驾车最不安全的城市加州有两座 最近消费者事务网站发布了一份调研报告显示 在美国10万人以上的城市中 加州人驾车安全程度较高的和较差的城市 各有两座分别排列在全美驾车人最安全的石座城市 和全美驾车人最不安全的石座城市之列 消费者事务网站7月12日发布了一份题为 全美最差驾车人的调查报告 该报告的撰稿人经过查阅联邦运输部的车祸数据 与国家高速公路运输管理局的交通死亡统计数字 撰写了这份报告 撰稿人根据四个因素排列出了全美驾车人最安全的石座城市 和最不安全的石座城市 这四个因素包括 一、城市居民每10万人中撞车死亡的数量 二、由于驾车坏习惯导致的每10万居民中死亡的人数 三、驾车人血液中的酒精浓度 四、超速驾驶的人数 该报告中所说的驾车坏习惯包括 在单行车道上逆向行驶、非礼让行驶、抢道以及不专心驾驶 不适当转弯、跟车距离不合理、驾车经验不足 强行通过进行路 不适当或不规范换车道 消费者事务网站此次调研的目标城市 是居民人口1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 加州驾车人最安全的两座城市之一 是南加州的格兰戴尔市 排名第七位 另一座是北加州的奥克斯纳德市 排名第三 在这十座驾车人最安全的城市中 德克萨斯州也有两座城市 分别是麦克尼市排名第五 和诀愿车站市排名第九 加州与德州分别是全美人口数量排名第一和第二的大州 在全美人口最密集的地区 能产生五尺数量的驾车人最安全城市令人欣慰 在这十座驾车人最安全的城市排名中 排名第一的是威斯康星州的地域湾市 排名第二的是北卡州的凯里市 根据消费者事务网站的分析 驾车人最不安全的十座城市 大多分布在南中西部 东南部和西南部地区 南加州圣布纳迪诺县的两座城市 即威克多威市和西斯皮利市 均排名在驾车人最不安全的十座城市中 分别排名第七位和第八位 这十座城市的排名中 排名第一的是田纳西州孟非斯市 排名第二的是路易斯安那州的巴顿鲁治市 排名第三的是新墨西哥州的阿尔伯克基市 南加州的圣布纳迪诺县地广仁西 可该县居然也有两座城市 寄身于驾车最不安全的十座城市之中 令人匪夷所思 根据消费者事务网站的分析 田纳西州驾车人最不安全的城市较多 在前20名这类城市中竟然有四座 而且排名第一的也是该州的城市 根据该网站公布的数据 2021年田纳西州平均每10万居民中 死于车祸的人数达到了34人 这一数字比全美平均每10万人同类车祸 死亡12人的数字高出许多 根据该网站的统计 孟非斯市的大多数车祸都是由于驾车坏习惯所致 仅2021年就有203人死于这类交通事故 这一死亡数字比其他任何一座城市的同类死亡人数都要高 最后我们谈谈第三个话题 真没见过有人竟利用回收项目诈骗钱财 加州检察总长邦塔与加州回收局局长瓦根纳7月25日宣布 对家住南加州河滨县的一家8人提起诉讼 因为这些人在过去的8个月中 涉嫌实施了一起回收物资诈骗案 他们涉嫌从亚利桑那州将百余吨的外州回收物资运回加州 在加州换取回收资金多达760万元 邦塔表示这8名嫌犯面临包括回收物资欺诈 重大盗窃以及共谋犯罪等多项指控 根据加州检察总长办公室提供的信息 加州启动了一个由加州回收局监管的饮料瓶贯的回收项目 该项目利用加州回收资金在私人拥有的回收中心支付回收物资的费用 符合标准的饮料容器 每个可获得5美分或10美分不等 加州消费者每次在州内购买符合标准的饮料容器及饮料时 都是在资助该项目 但加州的这一项目仅收购在加州境内的饮料容器 2022年10月 加州司法部对嫌犯在河滨县经营的数个回收中心展开了调查 发现在8个月的时间里嫌犯从亚利桑那州走私了178吨铝制饮料罐和塑料饮料瓶 并将他们运到了和平县境内的非法回收中心 这些嫌犯用这种方法从加州饮料包装回收项目中骗取了760万元 目前亚利桑那州还没有为饮料包装设立回收计划 25日加州司法部调查局回收反诈小组对上述8名嫌疑人提起了指控 探员们在6处涩案地点执行了搜查令 缴获了价值106万元的非法进口饮料容器 目前所有嫌犯均被关押在和平县监狱等待法庭的转换 邦塔说加州的回收项目是由消费者资助的 它有助于社区的环保 那些试图通过犯罪行为破坏该回收项目的人 必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瓦根纳说加州不会容忍针对我们回收计划的欺诈行为 正是因为我们的这一项目才避免了近5万一个饮料瓶罐 被当作垃圾丢弃或掩埋 好了今天的话题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在线收看 喜欢这档节目的朋友 不要忘了点击下面的小铃铛 订阅加州视频 本节目每周推出一期 欢迎见识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点击